我觉得现在台湾这样会有一点危险 因为好像大人也觉得无所谓 就是就好像自己也开明一样 我接受年轻人跟我们不一样之类的 但我觉得很北蓝 因为你们这样是在害他们 因为如果今天日韩 而就东方人国家 日韩大陆都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算了 但因为现在如果只有台湾这样 之后外人就会认为这一辈子台湾人数值很低 好久不见了 回来我是一宽 我很久没有拍这样的影片 所以待会讲话可能会有点赤裸丝 请各位不要太在意 我好像两个月前从东京回来的台北 那其实我一年半前就已经回到台湾了 就看哪边有工作就往哪边走 那我回台湾有一些很特别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的政治正确 我们对两性的敏感度暴增 短短的几年内 回来不太敢乱讲话 有些玩笑不能开 但有一个一定要讲就是 我觉得台湾的年轻人 有一点点 我看不太懂 也不知道素食文化还是怎么样 或是小时候的抖音刷太多 就是他们讲话有时候会不得要铃 那间接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礼貌 还有他们说话的习惯 或做事的时候可能会眼高手低 这样子 那这个我就常听很多台湾朋友说什么 哎呀现在大家要这样了 这没什么了 也有人说他们觉得会不会是我们年纪比较大的要减倒自己了呢 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毕竟我日本住了十年了嘛 我没有要老外卖瓜 但我觉得我好歹也算别国家住了很久很久 所以我认为并不是大家要这样 而是台湾都这样 对那这个问题会牵扯到什么 叫国际观 就有一些台湾现在可能20岁以前的 比较年轻的文化 或是做事风格说话方式 他们觉得没有问题 前辈们也慢慢的接受他们 从忍受便接受他们 但接下去会发生两个情况 第一个就是 让他们高中大学毕业要去工作的时候要怎么办 比如说打几点几点好了 现在可能年轻人会打个五点 然后一个五 然后一个点 他们不会打汉字的点 会打一个点 他们也不会写17点点00PM 对他们的五点都是五点 那你要怎么跟别人工作 因为会出很多状况 你也都明白 好那么就假设 过了十二十年以后 年轻辈的现在年轻人变成大人了 他们主宰这个社会的时候 他们都这样说话的话 那就算了 但是他们总会跟国外做生意吧 对不对 那像我刚刚说的 我觉得是只有台湾这样 但因为日本没有这样 那他们假设遇到日本人 他们要怎么协商 要怎么讨论 因为从最开头的礼貌 就已经出了一些问题 那导致他们在讲话的时候 也不会有人去纠正他们 说你不能这样讲 你必须要怎么讲 这样才是属于规范内的说话方式嘛 然后我不知道是因为这样子就影响到 我认为现在年轻辈的台湾人很没有礼貌 对 其实这方面我自认我算比较传统的 我算很重礼貌的人 至少要假扮一些模样出来 我是台湾那个时候 都被大家说很没有礼貌的一代 像我们还有一些文化基础可以去掩盖 比如说摇滚精神 或什么HEPHA精神 对那会让前辈们觉得说 或许那叫做欧美新的文化 现在世界潮流怎样 所以我们好像要过关了 那确实我们那个时代世界潮流也算是那样子 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有一个文化体去盖住他们的那些 无知跟无理的行为 所以就会让人觉得你们到底在干嘛 我们都看不懂 你们长大以后怎么办 你们出国以后怎么办 我看台湾真的超热的 热到这个 机器都要爆炸 对 然后另外我最近我签了几个年轻人 很少就几个 对那那个签人不是说签他去做日本不动产 不是那样子 是说我签人以后他们会去台湾演艺群发展 对那其实我原本完全不想要签任何人的 我觉得签人很无聊 而且很浪费我的时间 不是他们是我的 对因为这方面我认为我原本是比较自私一点的 我才不想要在我的未来添加别人的故事在里面 但你们如果有看我上个影片会知道 我有办那个征选会 在一些学校高中大学之类 原本我真的没有打算要签人什么的 后来有几个男生来找我 他们用那种很像野狗的表情看着我 然后还拎着羽人的那种野狗 对 但我又很明白跟他们说 我觉得我也不想签人 因为很浪费时间 我要做你们 我就不能做自己 因为我还要去日本台湾 有自己工作 但因为他们真的很有诚意 我就觉得啊 好啦签啦签啦 所以有几个又送去了原子少年第二季 所以在这次播出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 还请多多鞭策指教 有表现不好的地方就尽量让他们知道 那我自己的部分呢 我上礼拜我去上了某个 综艺节目台湾的综艺节目 就超可怕的 我真的被吓到了 对你们可能会觉得综艺节目没什么 因为或许大家从小看到大 但我这辈子没看过综艺节目 我真的没有看过 一直到我要去上综艺节目的前一天 想说看一下 然后发现我看不太懂 不知道为什么好笑 然后我到现场我就不知道我要干嘛这样子 所以可能会表现很糟糕 或许过几天最播出 我还有被逼要跳舞 我不知道跳舞 但就突然要跳舞 完全没有准备 对那当然这不是借口啦 那如果以100分的话 我只能给自己打5分的那种烂度 对可能就是也太久没有练舞了 就我自己也有怠惰啦 或许因为现在工作很多都是行政累的比较多 或者用头脑在电脑前面的 就已经很少练舞了 然后突然要跳舞 他敢憨掉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很丢脸啦 对你们就今晚笑我吧 所以说回台湾的教育 就是开头说的话题 我觉得现在台湾这样会有一点危险 因为好像大人也觉得无所谓 就是好像记忆人开命一样 我接受年轻人跟我们不一样之类的 但我觉得很北蓝 因为你们这样是在害他们 因为如果今天日韩 而就东方人国家 日韩大陆都这样的话 那我觉得就算了 但因为现在如果只有台湾这样 之后外人就会认为 这一辈子台湾人数值很低 那是谁的责任 他们吗 不对啊 是我们的责任啊 因为我们没有交 对最近回台湾 还是会听到那种吃饭大声啊 然后一边把手机开很大声 因为在旁边吃饭 我都他妈听得到 也不转小声一点 没有这个算我个人的抱怨啊 反正总而言之啊 今天影片是短短的 对也没有特别要跟各位说什么来赚这个广告费 就跟老粉打招呼 因为大部分的老粉 老粉是因为我很多年前拍这种感觉影片开始了 而不是拍什么讲评舞蹈啊讲表演啊 不是这样子生活的感觉 就跟各位老朋友说声嗨 然后跟各位分享一个心得我回台湾啊 我发现台湾有一个谈生意的方式 我觉得很悲然 比较会倾向说 哎呀你这个不怎么样吗 你好烂哦 听我就对你会很强啦 所以你要跟我合作的那种感觉 好像比较没有那种 哎你也不错我也不错 我们要不要一起做什么 小时候也有接触过很多这一类的 因为毕竟小时候在台湾长大嘛 对就可能20多岁会遇到那种金竹爸爸的就那种感觉 你好烂哦 我很强听我就对的那种感觉 那边最近回来也有遇到 想说哎呀这个风格好像没有没有变 还继承到了下一代的感觉 我觉得这不好吧 哦我不知道 可能也是我的心脏太软了 但我会更喜欢的别人是真的跟我讲说 我哪边可以改进 我们要不要合作看看要不要一起努力呢 这样我觉得比较能接受 而不是你好烂我很强你要跟我 因为那个情况怎样就 毕竟我频道嘛 然后也有一些演艺的工作 因为又回台湾就都在做演艺业的工作了嘛 相关行业的朋友或者长辈一直陆续都有人来 跟我聊那我也知道我的金量在哪里 对那我也知道他们有多厉害我 我都很清楚 但是用那种讲法讲就会觉得 你是要找小弟还是要找伙伴 我就好像少一种商业礼 对那那种情况的话就会变成说 如果你也是当老板可以听一听 因为如果你们用这种方式去跟别人要求合作的话 别人会觉得说 哎呀万一真的合作了 以后每天都要听你那样跟他讲话 他会觉得很精神崩溃 那我相信有人可以接受啊 但我又是不能接受的那种人 所以你们或许可以改变一下你们的这个人设 不要再当一个奥老板 问墙要跟我那种 北蓝黑道 好啦下礼拜 OK文字好多靠北 下礼拜应该会再放新的影片 对那个争选的 那争选影片我做的很认真 非常非常认真 我知道观看很低 虽然心低了 但我拜托各位去看一下 因为我真的很认真的在策划这个影片 给个鼓励好不好 谢谢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